大家好 布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字 这节课我们总结一下 布这个字常见的几种结构 我们写下布 布就是一笔一块写 凯书中这样的 这是布 在凯书中啊 这个主笔也不是很突出 但是在古代 在小凯里面 小凯里面横幅就适合写的比较长 横幅比较长 可以看出这个字的主笔 皮尔的起笔位置 在中间靠右这个地方 这个布在小凯里面 这一横啊 它就代表了天空 下面是鸟的爪子 鸟的爪子在天上 就是有飞翔的意思 在天上没有落下来 没有落下来 包含的就有布的异味 这是从双解枝的角度 来理解这个布 日常书写 常见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 横幅 稍短 横皮 这个转角非常尖锐 皮一定要有力度 然后从中间 这一树幅摞下来 一个长点 注意 下面基本上在一个水平线上 上载 下宽的一个结构 日常书写 非常常见的一个结构 草树鞋份 草树鞋份很像一个山中间 左一点踢上去 右一点 左底略低 右底略高 常见的一个结构 我们再演示一下 好了 这是布这个字 草树鞋份 这节构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